为什么我们在家炒的蒜苔蒙汤炒肉没有饭店的好吃呢 其实咱们的方法一开始就做错了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正确做法 前面跟视频请来看一下吧 先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蒜苔 把蒜苔呢我们给它切成段 切好的蒜苔段 我们放到盘子中 暂时的备用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海鲜菇 把它切成段 切好以后放到一个盘子中 暂时的备用 再准备一些去皮的大蒜 把它放到导蒜器里边 把它们打成蒜末 倒好的大蒜末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放到我们的蒜姜器里边 给它盖上盖子 打成姜末 打好姜末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接大葱 把大葱呢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个碗 里边加入现成的肉丝 加入一些生抽酱油 一点的老抽上个颜色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 我们腌制一下 入一下底味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锅里边加入清水 把水给它烧开 水烧开以后 里边加入一点的食用油 再把我们切好的蒜苔和海鲜菇 给它焯下水 焯水的时间不要太久 30秒即可 在这里焯水一定要水开再焯 这样呢 我们的蒜苔和海鲜菇 焯出来水吃的不会塞牙 同时营养也不会流失 加入食用油呢 焯出来的蒜苔和海鲜菇呢 更加的透亮 焯好水以后 我们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放到盘子中 暂时的备用 锅里边加入食用油 下入我们腌制好的肉丝 把肉丝呢 给它炒至发白 然后下入葱姜蒜 快速地给它们翻炒在一起 炒出香味 炒好以后 再下入我们的蒜苔和蘑菇 把它们快速地翻炒在一起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一小勺的食盐 少许的生抽酱油 蚝油 一点的鸡精 然后迅速地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翻炒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咱们好吃又美味的 蘑菇蒜苔炒肉 就烹饪完成了 这样做出来的蒜苔蘑菇炒肉 方法非常简单 蒜苔翠粒 不发黑 蘑菇鲜香又入味 肉丝吃的是 又嫩又滑 不塞牙 做法还非常简单 学会这样做 全家人吃了以后 都夸你是大厨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 有时间在大家试试我的方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麻烦大家在这里帮忙点的转发 让更多人能看这个方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